半天门诊啊 这个国庆节长假爱情结束了 大家收入星上班 今天的主要内容是 外道胆指留的复查 这几个病例都是 之前已经清理过之后 每年定期处理的病例 不是这种完全堵塞 或者是首发解决的 外道胆指留啊 这个是一个 对外道骨骼破坏比较严重啊 整个外道的空间 拓宽了将近一位 底下这个骨头被削下去了 应该在将近有5毫米以上了 感觉 空间巨大无比 一般这种啊 普通人弯到窄的话 我的这个吸引器和内镜 伸进去都非常困难啊 这个病例 两个伸进去互相不挨着 感觉差着2里地似的 这就跟以前 这个说相说这些嘴大啊 扔了俩馒头 各脚各脸馒头都碰不上 就这种感觉啊 外道胆指流在一次彻底清理之后 需要终身复查清理啊 每年啊 绝大他外道胆指流和丁丁栓色是两类疾病 在本质上啊 有相似的一部分啊 但是在后期的这种复发上差别非常大 丁丁栓色是一个基本上属于单次啊 不太会频繁出现 而外道胆指流如果 后续不做处理啊 再次出现完全堵塑的概率极高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 外道皮肤的自洁功能的严重影响 这个病例之前是经过 两次手术 他当时有一部分甚至突破进入到了中耳啊 第一次就是把外道的弹指流清掉了 然后他的中耳有一部分受到了侵犯 第二次手术把这个中耳清理掉了 哦对哦 这想起来了 他这个空间为什么这么大 那第二次手术的时候 电钻把外道的骨骼还切掉了一部分啊 现在他这个骨膜是后期人工 修补上非常的这个薄 每年都会有 他不是每年了 他就是日常啊 会缓慢的在外道皮肤上形成这种 角化的东西 一层跟这个葱皮似的 这个病例不光是需要定期清理 他这个整个空间 都是经过胆指流寝食 包括手术电钻的处理啊 他都已经不是正常原有的皮肤了 后续在手术完以后 多次出现过外道的真菌 所以他来找我的频率 比一般的外道单流的患者频率要高得多啊 一般人一年一次就够了 因为他中间反复出现有真菌 一年再看好几次 他后边的这个骨骼在第二次手术当中已经切掉了 只是有一层薄薄的皮肤啊 像个门帘子一样搭着 刚才清理的时候 如果有眼尖的应该可以看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啊 这是一个外地的病例 两年前处理过 然后中去年因为疫情的问题啊 确实因为外地来也不方便 去年一年漏了一年没看 结果 再次出现了堆积 还好没有完全的堆死 一些狡化的东西 然后混着有些感染 这次是因为他疼了啊 害怕了 当地试了一下 没法处理啊 准备要手术 他害怕了 又再次从外地跑过来了 这个是那个狡化的啊 混着一些感染的组织 大部分病例啊 是在 一年之内不会有一些严重的变化啊 少数的 增长速度快啊 或者合并有真菌啊 或者细菌类的感染啊 等等 这个空间就很窄 比前一个窄了很多 这东西用冲洗的方法是没细的啊 根本就冲不出来 因为脚化层是很韧 它无法像叮咛叹色那样 泡成这种吸汤啊 八宝粥这种的 这种角化层 白色的角化层 非常明显 它这个长得有点快了 两年的话 堵的确实有点多 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的 短期处理方式啊 包括药物也好 手术技巧也好 或者局部采用某种材料也好 没有 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定期的内镜清理 把这种早期形成的这种角化层 及时的清理掉 就有点像这个保养 咱们这个叫什么 机动车保养啊 这个发动机的什么积碳啊 定期的清理啊 空调啊 还是什么积率积心这种 早点弄 你不要等到说哪一天出问题的光昌 这车坏半道上 那就很麻烦 这个就来的有点晚 这个角化层堆的有点多了 它的这个骨膜表面啊 有一块比较大的肉芽组织啊 中间这个红的这块 小鲜肉啊 严重刺激 这种就是处理的就是要把它彻底清理掉 你如果不做局部的清理 你如果不做局部的清理只靠什么输液 打针这些效果极差 几乎没有用 这层角化层一直糊到了骨膜面上 这会儿骨膜才露出来的一部分 骨膜也完全塌陷了 整个骨膜粘到这个内侧去了 这个炎症的肉芽组织啊 一碰就会出血啊 会有这种出血 因为它这或者是血管比较丰富啊 人体在一些炎症刺激 或者是一些损伤的过程当中 这个肉芽组织是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啊 但如果肉芽组织过多 会影响最后的这个修复效果 很酥软的一块啊 一碰就悬出下来了 这块做一些处理吧 消色处理吧 消色处理吧 后续的这个还得真得用一些抗上做第二页啊 这也是一个啊 去年好像是去年吧 处理的一个外力的一个患者 一年以后啊 复查 当时也是在外地是准备啊 安排全妈的清理啊 好啊 这个比较简单 相应产生的比较少 所以就比较容易了 每年的清理呢 相就是这种啊 刺激性小啊 速度快 不要再等它完全堆死 再来弄就很晚了 好 好 今天的事 好